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像小孩子一样独自在角落偷看 而是直接去拿 所以中年女性在面对自己喜欢的人时 不会畏首畏尾 如果她喜欢你 她会开诚不公地看着你 不是因为她们不懂得矜持 而是因为她们知道 感情是靠努力换来的 只要不是破坏别人感情的第三方 她们的爱情就可以大胆主动 所以一直盯着你的中年女人 不是对你有不好的感觉 就是爱你 频繁地身体接触 中年女人对异性通常只有两种态度 要么冷眼拒绝 要么一个劲地黏着你 前者通常对待陌生人或普通朋友 后者对待她喜欢的人 与年轻人不同 中年女性的距离感尤为明显和一致 在她们心里 除了对喜欢的人坦诚之外 其他人在她们面前都应该无动于衷 更不要说肢体接触了 所以 能让她们愿意主动接触的异性 一定是对你感兴趣的 对于不缺钱的人 只能表示你的好感 精明的女王武则天 有着强大的气场 甚至连她自己的孩子 都不得不被拒之门外 但是到了中年以后 她为了一个和尚多次打破规矩 不仅给了和尚太大的权力 还让和尚每天和她一起开车 整天坐在一起 当时 面对女儿的一再直言不讳的训诫 和受害者的叫喊 武则天仍然不忍心处置这个和尚 也许 和尚的性格有严重的问题 但在武则天眼里 僧侣的出现让她再次感到被爱 所以她更喜欢和和尚独处的快乐时光 而不是前朝那些不好的烦恼 至少在接触的那一刻 她可以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中年女性之所以特别喜欢 和自己喜欢的人进行身体接触 是因为她们在接触的 那一刻会非常脚踏实地 放松 至此 你就明白她为什么这么喜欢碰你了 亲密护理 女人的母性情结是天生的 因此 她会对她关心的任何人 表现出明显的关心 此外 中年妇女的作用 在社会的洗礼下已经得到了加强 因此 当事情发生时 第一反应不是逃避 而是想办法解决 而她对你动了情 绝对会把你的事情 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处理 因为她想让你用一切可能的方式 感受到她的关心 想让你在你心里有一个独特的位置 俗话说爱我爱我的狗 你和你的家人都将由她照顾 只要你需要 她随时都能给你提供你 想要的温暖和体贴 在你看来 这种行为可能已经超越了普通朋友的关系 但你不知道的是 这正是她想要的 综上所述 中年女人一旦爱上你 她的眼睛 身体和心灵 都会不同程度地越界 因为这是她表达对你爱的独特方式 要知道 中年女人对待感情 就像在市场上竞价一样 要么她通过积极的行为 得到你的认可 要么你直接拒绝 要么她就到此为止 避免浪费彼此的时间 无论是对事还是对事 还是有预谋地接近你 试探性地触碰你 还是她主动关心和给予 很多事情都在向你证明她动心的事实 如果你开心 请记得及时回复她 毕竟女人到了中年 再动情也不容易 如果你心里没有感情 请提前告知 否则长时间不回应 会伤了她的心 也会困扰你的生活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后期我们将会持续给大家 带来更多情感小知识 帮助大家分析女人复杂的内心 解决情感问题 如果对我的节目内容感兴趣 就赶快关注我的频道吧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有什么不同的 或者更好的意见和见解 请尽情地留言 我将一如既往地和大家保持互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